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目前已不是主流政黨的新黨 代表們正在表決第五次修憲案 這是一次爭議巨大的修憲 爭議的焦點是延長現任明代的任期 立法委員延長5個月 國大代表自己則延長25個月 是的你沒聽錯 明代自己修法延長自己的任期 然後這項修憲案就三讀通過了 這是發生在1999年秋天的事情 再過196天就要進行總統大選 當然立刻就引起軒然大波 媒體排山倒海的指責隨即就來了 隔天報紙標題就是斗大的 國大代表通過自肥修憲案 呃出了這麼大的事情 國民黨跟民進黨是什麼反應 說來好笑他們也很震驚 因為當時兩大黨台面上的當家人 國民黨的李登輝連戰 民進黨的陳水扁都反對這項修憲案 但是在陽明山上的兩大黨國大們 卻提前實現了大聯合 在國民黨籍議長蘇南成的帶領下 一舉突破修憲門檻完成自肥 那這麼荒謬的事情該如何收藏呢 嗯 查查歷史經驗 這種豬肉桶醜聞如果被公開 通常有兩套常見的解決方案 其一 裝聾作啞 眾所周知 笑罵遊人好官我自為之的休養 是官場安全帽 長期當官者必備 俗稱拖字絕 反正民眾的記憶力跟鯨魚差不多 忍個兩天等輿論的風潮過去就好 其二 拖人下水 千錯萬錯 別人也有錯啊 這是官場保命專用的反官決 只要臉皮夠厚幾乎永遠有效 可惜這次兩招都用不上 因為這時是第十屆總統大選前夕 這是一場撒喀都的選舉 本來兩大黨都涉案蠻好處理的 你不提議我不問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偏偏這時有個民調很高的宋審長 在當第三組獨立參選人 宋審長這時不屬於兩大黨 他可不會放過這種好機會 肯定趙善善挖苦兩大黨候選人 好吧 既然混不過去那就壯士斷腕吧 十幾個小時之後 9月4日星期六上午 李登輝辦公室就有人傳話給蘇南城 自己做了事 自己負責 自動把國大議長的職務辭掉吧 不過等了兩天沒什麼動靜 於是兩天後的星期一 李登輝在總統府正式約見蘇南城 確定蘇南城將會自動請辭 然後 國民黨中央也同步開除蘇南城的黨機 這樣一來政治上算是止血 然後就是執政黨最會的 成立專案小組研究補救措施了 反正只要不要影響總統大選的選情 該怎麼不救就怎麼不救 討論了幾個星期大概有六種處理方案 方案一 造極國大臨時會再度修憲 這最直接但可行性不高 一來開臨時會要兩黨合作 連數人數才夠 這時總統大選在即雙方怎麼可能合作 況且 再讓這些國大修憲不知道會搞出什麼條款 太危險 方案二 訴諸公投廢掉國民大會 這是民進黨建議的可以一了百了 但這個做法太激進也太敏感了 公投會激怒老共 在總統大選前萬萬不可 方案三 有立法院這邊提出修憲案 這個理論上可以但是實際上辦不到 因為當時靠立委修憲的門檻是 四分之一提議四分之三出席四分之三通過 這同樣需要兩大黨在立法院通力合作 在總統大選殺到劍骨的氣氛下 這是不可能的 方案四 解散立法院迫使國民大會代表改選 這符合當時的憲法規定 但是也辦不到李柔彤方案三 方案五 請求總統不予公佈 這一招本身就有違憲爭議 方案六 申請大法官釋憲 直接宣告本次修憲無效 這樣可以平息民憤對兩大黨都有利 至於無效之後怎麼辦 還拿等總統選完再商量吧 縱觀六個方案第六個是最可行的 成本最少見效最快 輿論也大多支持用這種方式解套 接著就跑出五組人馬提案視線 包括馬英九、郝龍斌、紅糟男、鄭寶欣等 這幾位來自當時參與修憲的三大黨派 在當時的政壇上也都算是清流 算是各黨都有人出來說句公道話了 然後司法院很快就出面接下了釋憲申請 當時還沒有憲法法庭 還是大法官會議的時代 大法官們頂著各方的壓力 神阿神神神阿神神阿神 終於在總統大選結束後的那個星期五 給出了釋字第499號解釋 這個時間點很巧妙 那麼怎麼解釋的呢 還真是很符合當時的民意 第五次憲改之徵修條文在程序上及實體上均違反憲政法理 而應該施其效力 也就是說大法官直接沒收了修憲條文 消息一出輿論歡騰此案遂成定局 然後這也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判例 此後大法官對憲政僵局 就有了下指導期的權力延續至今 但是這個判例衍生出憲政爭議 如果已經修改完成的憲法條文都可以由大法官來裁定是否存續 那大法官豈非成了太上國會 五權憲法的設計難道不是政權監督治權嗎 怎麼反過來有屬於治權機關的大法官裁定民意機關的修法無效呢 國大代表嚴任案屬於國人接約可殺的特例 大法官廢掉相關修憲條文 輿論沒有太多意見 可是此力一開 後來大法官拿了這把上方寶劍 對國會通過的法案都能照張辦理 那個就會引來無窮的紛爭了 這樣做的法理基礎何在 背後其實是有一整套學術爭論的 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人那麼理所當然 還有 那一屆的國大代表自肥之後 為什麼又會同意配合這種解決方案 最後搞得把自己給廢掉呢 想了解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 就得先從國民大會的歷史說起 話說 在中華民國體制的締造者孫中山打造的體系裡 國家機器可以分為政權機關與治權機關 孫中山認為 人民擁有政權這是擁有國家的權利 政府擁有治權這是統治人民的能力 這就是武權憲法理論基礎通稱全能區分 那怎麼體現這種設計呢 原始版本比較亂我們只談後來具體運作模式 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是政權機關 所以早期這三個機構都是民選或間接民選 反之行政司法考試則是治權機關 其中國大為武權憲法當中最高權力機關 當年制定或修改憲法 選舉過罷免總統都是這個機關的職權 今天備受爭議的總統是否應向立法院發表國情報告 在有國民大會的時代也是沒有爭議的 在李登輝當總統的時代就確立了總統向國大報告的慣例 報告完之後李登輝還會留下來聽取國大代表的國式建言 不過並沒有一問一答或美問必答 而是採取了綜合答覆 算是相對尊重了國民大會對總統的監督權 能自憲修憲能選舉總統 還能聽取總統的報告並給出建言 這是相當位高權重的機關 為什麼會走到被廢除的命運呢 因為在真實歷史的發展當中國民大會很少有正常運作的機會 1946年10月11日國民政府宣布召開自憲國民大會 但是中共等在野黨拒絕參與選舉 所以隨後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也不被這些黨派承認 接著在內戰打得火熱的1948年春天 第一屆國大代表戰南京集會 可惜還沒來得及展現民主風範 就先制定了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 凍結了憲法當中的多項規定 隨後才選出了第一屆正副總統 也就是說 民不民主的先不管啦 先打贏內戰吧 可惜內戰沒能打贏 幾年後1578名國民大會代表 跟著政府來到了台灣 隨後走上了一條修仙之路 什麼意思啊 這些代表們不斷延長自己的任期 把原定的6年任期變成了45年 從民意機關變成了萬年國會 所以在台灣人眼中 這些從中國大陸來的老代表們 並沒有什麼民意代表的正當性 雖然後來逐年添加增額國大 但是往過期牛奶當中添加鮮乳 並不能解決品質下降的問題 民眾對這些過期民代的容忍度越來越低 終於1990年春天 在老代表們選出了李登輝當總統之後 憤怒大學生就上街了 史稱三月學運 可以說對萬年國會的不滿 是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導火線 在1990年代 還沒有發明網路帶風向這種高科技政治操作 民意通常是不可阻擋的 所以在經過幾次修憲之後 監察院首先退出了準民意機關的行列 再來 改革矛頭就指向了國民大會 尤其是1996年總統改為直接民選後 廢除國大的呼聲就越來越強烈了 在多次選舉當中 民進黨都以此政見挑戰國民黨 呃為什麼 國大於第一月兩大民意機關並存 不是妥妥的兩院制國會設計嗎 美國也是這樣啊 有什麼不好的嗎 還真是不一樣 民進黨廢除國大的主張 背後有著破除孫中山遺校的聲援考量 從憲政學理上來看 多位學者都曾經論證過 國民大會的設計 源自民主集中制這個判斷 什麼意思啊 簡單來說 這是源自社會主義的制度設計 當年的國民大會 與其說類似美國的參眾院 大部分說是與蘇聯的最高蘇維阿一脈相承 跟對岸的人民代表大會更為相似 但是觀察幾十年來台灣民主化的趨勢 顯然是一步步向美國體制靠攏 真是讓國大在憲政法理上 越來越顯得水土不服 現在你知道 民進黨為什麼容不下國大了吧 加上多年來替強人總統延任保駕護航 國大早已失去了民意機關的光環 在多數民眾心中 國大就是個平常傻也不幹 幾年開會一次 卻每月支領國會議員薪水待遇的肥貓 而且就算開會 同樣也不幹什麼好事 多半都利用選總統或修憲的機會 順便通過一些自肥條款 比如領取額外的出席費什麼的 這種機構在總統已經民選的1990年代末 的確是已經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價值 然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 國大代表們搞出了嚴任自肥案 引爆了輿論的怒火 對外公開說的理由是 嚴任是為了更好的凍結國大選舉 意思是讓我們多當兩年 以後國大就寄生在立委選舉裡面 改成政黨比例產生 這樣大家不就少選一屆國大嗎 但是這種說法是民意無法容忍的 於是大法官解釋這柄上方保健就被請出來了 可是這樣一來就出現第二個問題 大法官解釋比憲法條文效力更大嗎 今天我們是不是默認了這個規則 其實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下 這算是個有待解決的爭議 比如當年的民進黨主席林毅雄就認為 大法官不能以釋憲權來壓過國大之制憲權 修憲之瑕疵應由國大自行解決 大法官禁制釋憲無效 將引起憲政危機 這種見解在當時也有不少人主張 因為這裡有個憲法學上的核心爭議 學理上稱為 修憲有界限縮 與修憲無界限縮之爭 簡單來說就是 修憲的幅度是不是該有個上限 主張有上限的人認為 有某種高於憲法的基本原則 這種原則被稱為憲章 而具體的憲法條文則稱為憲律 憲律可以改 但是憲章基本不能動 如果後來修憲者動到了憲章 那相當於重新制憲 知識體大 根據這樣原則制定的憲法運作模式 往往會搭配一個違憲審查機制 就是主持一個類似憲法法庭的機構 作為最終的裁決者 有權對違反修憲界限的修憲案或相關法律規定直接宣告無效 至於主張修憲無界限縮的觀點則恰恰相反 認為人民主權神聖不可侵犯 沒有什麼太祖疑訓祖宗家法是不能改的 只要當時的人民想改那就一定有效 這兩種觀點哪一種比較正確其實還有爭論 不過台灣政界與學界的主流觀點 竟然是傾向於修憲有界限縮的 這就是當時的大法官人墨收國會決議的法理所在 可是沒收了以後怎麼上後呢 難不成要由大法官來裁定新的憲法條文 當然不行 那大法官就成了造法者 這愉悅了民主國家民意立法的核心精神 所以解鈴還須細鈴人 還得由國民大會來揮刀自攻 這沒問題問題在於怎麼完成 是要重選一屆新的國大來修憲 還是繼續獨處原來的國大在任期結束前亡羊補牢呢 關於這個問題讓我們看看各方勢力的盤算 先說國民黨這邊 國民黨當時陷入非常尷尬的兩難困境 一來不能不處理 因為主導第五次修憲的是國民黨期的議長 國民黨也是當時國民大會當中的第一大黨 社會主流輿論普遍認為 國大自肥的責任要由國民黨來負責 直指大敗之際再背了這口黑鍋 那國民黨以後還怎麼選 所以肯定必須處理而且要快 因為兩個月後這一屆國大的任期就結束了 屆時再想修憲 就得重選一屆新的國大代表了 而短期內再面臨一次全國性選舉 恰恰就是國民黨當時最不想看到的結果 因為門口站著一位宋審長 在那一屆大選當中宋審長高票落選 當時疼惜宋審長的政治情緒正達到頂點 如果這次進行改選 無異於把屠龍刀交給宋楚瑜 天知道他能學上多少席 搞不好國民黨整個都會改新送 那當然不行 所以不能拖延必須速戰速決 得在這一屆國大任期內就解決到才行 那麼就得看民進黨的臉色了 因為想連數召開國民大會臨時會 單靠國民黨的人票數不夠 必須得有民進黨的代表參與連數 不然會開不起來 那民進黨是怎麼想的呢 民進黨一貫主張廢除國大 把什麼國父遺教之類的思想趕出台灣 然後用公民投票作為直接民權的展現 這起來與國民黨保留國大的主張是矛盾的 之前大法官裁定修憲無效時 民進黨就放話說 如果廢國大的配套措施沒商量好 民進黨不會貿然連數召開臨時會 也就是說 國民黨如果想完成修憲工程亡羊補牢 那就拿廢除國大來交換吧 那麼雙方協商的怎麼樣呢 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 因為當時國民黨中央正在交界當中 黨主席李登輝已經不管事了 秘書長張孝顏也已經辭辭了 繼任的連戰林峰正都還沒上任 所以負責談判的代表就來了個降在外 軍民有所不受 擅自跟民進黨達成了共識 決定要分階段廢除國大 後來等國民黨權力交界結束後 新上任的黨中央並不敢推翻這項決定 以免跟即將執政的民進黨提早撕破臉 於是國大的命運就被決定了 而這項意外讓步換來的 就是第六四修憲的重大變革 這決定了死後20年台灣政治架構的基本格局 起因之偶然影響之深遠至今令人感嘆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修憲的細節 首先 雖然看起來國民黨讓步了 但其實主導權依然在國民黨手中 因為民進黨雖然強烈要求廢國大 但是並沒有預期會這麼快就達成目標 所以一時之間還真拿不出完整的配套計劃 相關的主張都是一些原則性的 什麼名稱不變走向虛極化非常設話之類的 但是該怎麼執行還沒什麼想法 反之國民黨這邊倒是很快就拿出了任務型國大的方案 傻叫做任務型國大呢 就是把國民黨會改成非民選機關 然後 留會不留人 這種任務型國大沒有固定的職權 當然也就沒有國大代表定期消耗公帑的問題 但是也不全部廢除 機關名稱還是留著 一旦出現立法院提出總統彈劾案 或者憲法修正案這種大事實 就依照正堂比例代表制產生國大代表 每次集會為期一個月 集會結束即解除職務 視為任務型國大 這其實是相當巧妙的設計 一來 保留了國民大會的名號 這算是給了國民黨中央一個交代 不至於顯得全盤被民進黨掌握 二來 在主張公民投票的民進黨看來 國民大會雖然沒有完全廢除 但平時並不存在 相當於是廢除了 而特殊情況出現時 三個月內組成國民大會表決特定議題 其實就是準公民投票模式 也屬於可以接受的設計 所以 只考慮了三天就跟國民黨打成共識了 這是台灣政治史上最快打成共識的修憲提案 背後展現了相當高的政治智慧 接下來只剩下兩個小問題 首先是宋楚瑜的沉痛呼籲 宋審長當然很清楚 兩大黨搞這種超友誼關係修憲 就是為了對付他的 所以兩大黨協商了那幾天 宋審長平平在媒體上放話 不要怕選出他就親嚴廢國大 就像當初為了廢到宋楚瑜 而先廢到台灣省 可惜形勢比很強 雖然當時宋審長的民意制度相當高 但是沒有選舉 民意制度無用武之地 只能眼睜睜看著兩大黨 攜手上山修憲而修憲去也 想想也很感慨 20世紀末期台灣兩大政改工程 動省與廢國大 之所以能順利實現 都是因為要阻止宋楚瑜更上一層樓 這應該是當年蔣經國 培養宋楚瑜時沒想到的 另外一個小問題是 有不少國大放話要教訓大法官 醞釀要跨黨及聯手 修憲廢修大法官 這一點就讓兩大黨高層頗為頭痛 而且還真是不敢掉以淨刑 因為這批國大幾個月之前 就敢頂著壓力替自己延任 現在如果不頂緊一點 萬一擦槍走火 真讓這種案子通過了 沒了大法官 那可怎麼向社會大眾交代 於是兩大黨寄出黨紀約束國大們 絕不能動大法官 但是顧慮到代表們群情激憤 為了讓代表的情緒得以宣洩 對大法官不適用法官憂鬱之提案 會授權國大黨團自行決定 這一宣洩就讓大法官從此沒有了終身值保障 總之兩大黨有了共識之後 第六四修憲就是水到渠神的事情了 那麼修成什麼樣子呢 有個300人的非常涉任務行國大 只負責表決三大案 其他原屬於國大的重要職權 包括罷免總統提案權 思考監獻人事案的同意審查權 就都歸立法院長管 還有 後來引發多次爭議的 立法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這一條 也是在這次修憲當中寫進憲法的 至此 第六四修憲改革完成 該怎麼評價這次改革呢 首先 必須承認這些改革是符合民意的 所以後來的第七次修憲 也並沒有再做大規模調整 而是順著第六次修憲確立的原則 把已是積勒的國大徹底廢掉 並把職權都交給理法院而已 可以說 現行台灣的高層政治架構設計 就是來自於世紀之交的這一次修憲 而且二十多年運行下來也沒什麼問題 自此以後修憲再也不是個選舉的熱門議題 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個體制是可以接受的 這算得上是李登輝離開之前的最後遺產 但是如果你認真聽完整個故事 應該也注意到一個問題 表面上廢除國大只是個政府收聲工程 砍掉這個機構 節省國家預算 眾人都說好 但是從深層政治架構來看 這卻意味著中華民國體制的逐漸崩塌 我們現在的中華民國體制 根源是南京國民政府規劃的那一套 三民主義 五權憲法 國富思想 這套體制在中國大陸沒機會運行 倒是在台灣這邊 存續了超過75年 但是其中有大半的時間 這套體制都沾染了威權統治 白色恐怖的色彩 以至於在民主化的過程當中 被一起當作髒水給潑出去了 當然 人類社會是動態進步的 沒有什麼制度是完美不可變更的 改了就改了吧 新制度只要民眾能接受能順利運作 那就是好制度 但是 問題就出在改的不徹底上 許多憲法學者都審定表示 當前這套體制是標準的拼裝車 是在一個基於社會主義思想的底桌上 搭建出了一個資本主義體制的建築物 舉個例子吧 每次碰到房價高漲的時候就會有人提到 孫中山漲價歸功的理念 但是誰都知道實際上辦不到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種體制上的矛盾造成 還有 在政治運作上 基於武權憲法創設的中央五院 到底是要互相監督制衡還是彼此合作呢 為什麼有些制衡看起來那麼像是合作呢 凡此種種都是人有待解決的問題 好啦再說就不合時宜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節目 感謝您的收看 希望您會喜歡 更感謝會員朋友們的支持 我會繼續努力替大家說故事 如果您想參與我的線上課程 一起深入探討歷史政治經濟 歡迎到資訊區參考簡章 我們下次見 掰掰